來我們看一下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東西 就是方根的四則運算這邊 首先第一個我們要先教的是這個方根的化解 方根的化解看一下 這個部分第一個部分講的是化解的部分 怎麼化解呢你看一下 如果你看到根號裡面出現這樣子的形式 就是根號A平方乘以B的 就可以寫成A乘根號B 什麼意思我舉個例子 你說根號12 根號12可以猜成多少 是不是4 3 12 那為什麼要猜4你知道嗎 因為4可以寫成多少 2的2四方乘以3 看懂嗎 然後呢接下來注意聽喔 你把這個地方有沒有 根號2的2四方乘以3 它是根號2的2四方乘以根號3 就是把一個根號猜成兩個根號 好那請問你 2的2四方開根號X可以消掉 所以就變成了2乘上根號3 會不會 然後2乘2 2乘上根號3 就可以解決寫成多少 2根號3 這樣會嗎 再講一遍喔 怎麼化解 首先第一個 比如說這個地方寫12對不對 你把12才成4乘以3 然後呢4呢 把寫成2的2四方 有沒有看懂 然後呢再來呢 把這個根號2的2乘以3 就猜成兩個根號 然後前面這個根號呢 剛好可以消掉消掉 就變成了2 然後最後變成了2根號3 你不要這樣寫喔 比如說舉個例子好了 18 18你要怎麼猜 你不要這樣寫喔 這樣寫會很難寫喔 你不要這樣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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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18怎麼猜 會有那個完全平方的 9對不對 所以變成9乘以2 對不對 然後呢就變成了 3的2四方乘以2 然後接下來 注意聽喔 我先告訴你一個快點的想法 注意聽 注意聽 當你把3提到外面去的時候 有沒有 你這樣想喔 你把這個根號想成 它是一個房子 然後當這個人呢 這個3這個人有沒有 要出去房子外面的時候呢 這個2 你不要講它是鑰匙 把它給人家 所以變成了3 根號2 這樣看懂嗎 會不會 好 來你把它寫上去 好把這寫上去 快點 對要寫 對要寫 對要寫上去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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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